近日,秦潇贤主持钢丝节的画面曝光 秦潇贤一次借着表演节目回应之前的他房舆论 说自己最近底气不足 台下观众大喊秦潇 搭档顺势帮忙顾粉 此前,秦潇贤前任新雨昕爆料怒锤 表示秦潇贤在恋爱期间多次劈腿 还在运气出轨 不要孩子让新雨昕打胎 种种做法让网友看了直呼下头 秦潇贤也因此他房 而秦潇贤本人在风波发酵之后 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也没有正确引导粉丝 如今他重新复出 又是主持又是表演节目 还获得观众热盘 引起网友热议 最近郭德纲粉丝节 还特地请了他当主持 表演的节目也特地给了他一个疑似回应的台词 网友猜测秦潇贤真是被郭德纲力保 毕竟郭德纲自编自导自演的距离 还有秦潇贤呢 戏份还不少 他要是被分杀了 那郭德纲这部剧想播出就难了 秦潇贤这次复出 也引来不少网友开卖吐槽 说他不敢出来回应 倒还出来冷落粉丝 自欺欺人 还有网友直接呼吁让他退圈